球隊能夠好是一個勝率 然後也是有機會 再希望聯邦 哎呦 我又說出我們所有球迷們 內心深處最期待的一個呼喊 就是今年我們LAMIGO要怎麼樣 聯邦 有點沒有TEMPO奇怪 大家整個球技都沒還不夠 我們今年LAMIGO就是要怎麼樣 TEMPO 非常好 我們這個企圖心就要拿出來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兩位球員 平常在做所謂的休閒活動 有什麼樣子比較喜歡的休閒活動 怎麼會 釣蝦 釣蝦 那不是林哲軒 跟很多球員的共同線 釣蝦你是在中立釣嗎 因為你本身也會在中立釣蝦 都有 在家裡附近 家裡附近也會 有不錯的休閒活動 而且釣蝦適合一個人 可以這樣邊釣邊思考 思考戰術 思考球技 都很好 那柏佑 你的興趣4號是 就 就是 聽音樂 聽音樂 所以現在你的4號我們也在聽音樂 現在感覺蠻開心的 看看影片 看看影片 唉呦 你說看看影片 台下有些男生就笑得很開心 看電影 看電影 想說你看影片 有人講低潮 你看 你在淘寶被煮 好 那今天我們兩位球員 來到這邊 當然就是要跟我們球迷朋友 做非常深度的互動 深度大家不要想外 不是你們想的那種深度 是要進行比手畫腳的比賽 那一樣 獲勝的球迷朋友 我們會有球員代表 是鄭寧相關的金美開幕周的禮品 非常特別 那現在 因為通常是這樣 我們的規矩是 我喊123 那你們挑我 因為你們挑了 你才不會得罪人 他我不敢拿你 但是敢拿我 你們 比完就可以回到休息室 比完我還在這裡 所以我123你們要挑 看起來 比較會跟的球迷朋友 因為今天 我們的題目 昨天 貓哥來 貓仔XXXX 比他有一半生氣 覺得題目怎麼那麼難這樣 他都猜不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的題目 為了他的要求 弄得更難 因為 因為還有另外葉竹瑄 比比他都知道答案 但是就不講 今天很沈默 我還不想 這個他會想說最好吃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題目 有再調整一下 那我數123 一樣先讓我來挑 底下 您覺得哪一個球迷朋友 看起來